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太容易被别人的态度和自己的感受所左右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取悦别人并取悦自己 我们太会被世上的物质 人们崇拜的地位来判断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会费很多的精力去追逐财富地位 我们这些贪图属世满足的人啊 我们这些离命不够长进的人啊 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时候 是否会倍感亏欠 是否会多几份回归的迫切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让桥梁教会这四周纪念耶稣的受难 和庆祝耶稣的复活的讲道 以及二十八天的灵修 能触摸到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心 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当我们高唱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时 我们不只是期待荣耀 还要做好背起主耶稣十字架的准备 像保罗一样谦卑顺服 遵守神的命令 以世人的眼光 保罗似乎一无所有 但在神的眼里他是至宝 靠神的恩典 他荣耀的走完了十字架的道路 成功的完成了神的命令 求主帮助我们兄弟姐妹 做好人生中 属世 属灵 属地 属天的平衡和选择 以保罗为榜样 宣扬耶稣基督是光是能力 是生命是复活 愿以战时的苦楚得荣远的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 凭信心与耶稣同死同活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致命祈求 阿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诗歌 敬拜赞美我主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 祢世世代代 祝我的句所 祢的宝座做海主里的根本交友 你以为言为一 以能力鼠耀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主啊你很要 我独自我独自 你必须你 你必须你必须 你必须你必须你 为你是真生 是无论 是再来君王 保住你的光 从更古到永远 我今太尊重 你生命将荣耀为你 你永远长存 全地永存无忌 为你是真生 是无论 是再来君王 保住你的国度 从更古到永远 我今太尊重 我今太尊重 我今水 管你 我今太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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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owner 你也唯一 已能力所要 世界中间的恨复的荣耀 主啊 你荣耀 活动在我与中间 你的执意 埋有智慧 必要成就 你心事不改变 应许永不落空 掌权到万代 不能争斗 我敬拜珍重 以生命将荣耀回忆 你永远长春 全力有春无忌 为你是真生 是活生 是再来君王 保住你的国度 重甘不到永远 我敬拜尊重 以生命将荣耀回忆 你永远长春 全力有何无忌 为你是真生 是活生 是再来君王 保住你的国度 重甘不到永远 保住你的国度 重甘不到永远 保住你的国度 重甘不到永远 你永远很久 保 cocoa 是未能 祢的良悔 心我心可慕你 一生心里有盼望 我在这里敬拜 我在这里祝福 我在这里祈祷 你是祖 祢是全能为你 全能彼首赞命 全能祈祷 我所遭到 祢在心灰 坐在自歌帮助上 多人真贵多永远 千里来到所成造的世界 未有还实生之地 我在这里情感 我在这里祝福 我在这里祝福 一世主 一世全能为你 全能为首赞兑 天安静了我所尝诺的 我不知道 我上的家 只为我却 应在四家 我不知道 我上的家 只为我却 应在四家 我在这里心还 我在这里福 我在这里赏养 你随着你 你似全然美丽 全然黑色赞美 全然奇妙无所 全无疼 弟兄姐妹平安 最近在美国发生一些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 特别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枪击案 我们心中感到非常震惊 非常痛心 我们也同时感到不安害怕 桥梁教会是一个多族裔的教会 我们教会尊重不同族裔的文化 而且我们相信 当我们跨越族裔之间的歧视 当我们不同族裔的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彼此相爱 我们就向这个世界见证了基督的爱 今天早上 我们的主任牧师 Pastor Ron 希望在这个时候 跟我们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说几句话 我们在社会里面上 us together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helps us live a life beyond that hatred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be fully committed to each other's growth and support wholeness so in these days we want you to hear how much we love you and that we're committed to you and we're committed to stand with you even as there's hatred in our culture we are people committed a church committed to each other to love each other to honor each other and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se days i hope you hear of our great esteem for you and that we stand with you in these days 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请了圣言讲道严经学院的院长赖洛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正道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了圣言学院的副院长赖洛汉牧师向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上个周日我们看了约翰福音十二章 耶稣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 今天赖洛汉牧师会跟我们讲解接下来的经文 从耶稣主导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对话来帮助我们更明白我们要如何跟随耶稣 各位桥梁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好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网上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也谢谢去给我这个机会跟你们来见面 有一点遗憾就不能实体来到你们的教会见你们的面 在实体中敬拜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双目交流可以看到你们的容貌 你的笑声你的面容是每个人都很亲切的 其实我大概两三个月都来你们教会长道 不过是去广东主广东主在你们流向 所以常常经过你们的教会 也看过你们的教会认识你们的弟兄姊妹 也一点点的一些弟兄姊妹 今天是众树节 是主耶稣复活之前的一周也是差不多五六天的受难节 所以你们给我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 耶稣基督进入利路撒冷 有很多人喊着赫萨纳 赫萨纳就是救恩 救恩就在今天 拯救就在今天 他们以为耶稣基督要做君王 把这个罗马的政权赶走 这个是这个背景 约翰纳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三十六节 是今天我们的经文 上去你们都念过了 这个题目是跟随主 别错过重点 为什么有这个题目 因为整整的福音书的内容 都是讲到 怎样去跟随主耶稣 怎样跟随主耶稣 我们可以看经文 有一句经文 这是之前的一节 十九节 这个是十九节 今天我们是二十到三十六 但是上文下理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 很多百姓喊着说 这个是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这件事 就是法利撒人听见 就是很不高兴 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 他觉得他是叛逆犹太教的 而且他所做的工作 教训他们 医病赶鬼 甚至记录他们的是 在暗示日来医病 做共 但是他受宽营的程度 非常厉害 所以他不得不讲一句话 他们没办法 法利撒人没办法 就在十九节说 世界的人都随从他了 这个也就是约翰所写 约翰福音的主题 约翰福音整卷书的主题 在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 但既接受 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要你们信他 信就是跟随 信这个字在原本的语言 是信进去 信进去 不是头脑的上信 是跟随 跟随他 可以的生命 所以耶稣在二十六节 本章二十六节 已经很多的跟随 跟随 我们可以看看 二十六节 若人要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也在哪里 哪里就是 主耶稣的生命的情况是怎样 生活的态度是怎样 他的脚中 所到之处 也是我们跟随的一个方向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所以跟随是主题 三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 还不多时候 不久 应当趁着有光 他生命在的时候 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 行走的 不知道往哪里去 趁着有光 就要跟着走 跟着走 三十六节 很清楚了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信从 信从 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到底这个光 是指什么 当然 耶稣基督是光 但是这个光在这个文本里头 这个向下文 或者 约翰记载的 有所指的 这个光就是在十字架 被告举之后 十字架被告举 然后所发放的牺牲的 荣耀的 为万民来牺牲的光 这个是由十字架牺牲 而形成的一种荣耀 这个光 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 主耶稣就 特别 在这个背景下讲 如果我 被举起 就吸引万人 举起就吸引万人 所以这个是 举起 好像这个光 发放一样 主的十字架的牺牲 才是真光 所以我们 对这段经文 要有一些背景 知道耶稣讲什么 而耶稣 要警告他们 劝告他们 我们必须 根据什么来跟随他 根据十字架的牺牲的光 来跟随他 或者是我们的主题很清楚 在主耶稣十字架牺牲的亮光下 人才晓得 踏上真正跟随主的路 不然 我们很多人 或者在当时候 很多人跟随主 他别有用心 他们都不知道 耶稣是谁 有人说他是先知 有人说 他是以赛亚 有人说 他是一个 能够弄法术的 这个法师 或者有些人说 他是张要来的君王 当然 他是君王 不是政治上的君王 有人为了食物来找耶稣 有人要耶稣医治 他的病 很多人跟从耶稣的目的 都不一样 所以 当我们念到这段 二十节的时候 有几个希腊人来要见耶稣 希腊人要见耶稣 但是耶稣好像没有见他们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上文 作者一直记载很多类型的人 就是 从 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 我们都知道耶稣 呼召门徒 耶稣呼召门徒 福音书当中 约翰福音是最快的 把这个 安德列跟约翰被呼召的情况 写出来的 就 头一章 三十五节开始 已经讲到 呼召门徒 门徒要跟随他 所以很多人跟随 跟随 跟随 上文 更加知道有很多人跟随 主 作者指出 人对主的认识是很多的错误的 所以刚才已经讲这个主题在哪里了 如果不在十字架的牺牲的光下 耶稣的牺牲的见证下 明白 主的身份 我们就不晓得怎样跟随他 内如犹大 犹大 犹大 以为 耶稣的身份很特殊 他是 特别的蜡笔 特别的老实 但是他对 浅的看法 是很紧张 所以 玛利亚有相告 告耶稣 莫 耶稣的 这个 这个 消灌他的头 擦他的脚 哇 犹大 觉得很浪费 他不知道耶稣的身份 很清楚的 犹大 那有几个大都不 不晓得的 就是包括马大 马大 马大的弟弟 拉撒路死了 他哭了 在耶稣面前 耶稣说 福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马大以为将来 福活的事情 他以为 耶稣没有能力了 因为拉撒路已经 死透了 所以对主的认识也 不够 第三个大 就是大人群 大群人 大群人 富汗 很多人 都不知谁 统治以色列的 军王把人权赶走 我们都知道 常常跟着耶稣 我的学是可以 我的肉是可以 是约翰记载 很多人因为这些句话 就离开耶稣 所以很多人 不认识耶稣 另外一个大事 大知识 就是代表着 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以为耶稣 想霸占他们的宗教的地位 他们以为 高举的摩西律法 是他们的经典 耶稣 就看不起 这个摩西律法 他们以为这个 所以 有经文说 耶稣说 我不是来 灭掉 律法 旧约的律法 一点一话 都必应验 但是大致是不知道 还有个大当 当然就是 大文化当中的 希腊人 我这样做 希望你们记得 犹大 马大 大群人 大知识 大文化的 希腊人 他们 不一定是 从希腊来的 可能出生在 这个 希腊 定居的城市 他们会 一点点 犹太文化 他被犹太文化 犹太宗教 所吸引 尤其是 听闻耶稣 能够行神级 他的讲论 因为他们 比较喜欢 哲学 好像耶稣 也是一个哲学家 他有能力 过人的 魔法师 他胆色过人 等等 大批的门徒 最后了 六个大 大批的门徒 就是所有的门徒 都不明白 所以他们 常常政大 这个是 表明他们 不知道耶稣的身份 所以我们就 明白 约翰福音 记载这张 就是 我们必须在 十字架的 牺牲的光下 明证下 见证下 明白 主耶稣的身份 才可以 正正荡荡来 理解 跟随主 信靠主 成为他门徒 的意思是什么 很有趣的 为何希腊人 想见耶稣 刚才已经 讲了一点点 可能他 知道耶稣 做的事情 很厉害 很伟大 很伟大 叫拉撒路 能够福生 哇 从来没有听过的 拉撒路 福生 所以他们 认定 他是一个 特别的人物 有魔法 在他的身上 我们知道 圣经所讲 就是他们 也上来过节 因为他们 也参与 这个犹太 节期的 这个敬拜 可能他们 都有一点 伤心 独一的神 耶和华 而耶稣 协定圣殿 把外院 外院 的买卖 都推 推到 兑换 银钱的 桌子 等等 清理 这个外院 因为外院 是外邦人 可以进入的地方 所以 他们对耶稣 的印象 蛮好的 原来他们 原来耶稣 为着我们 警员 胆色过人 可以 本来我们 希腊人 来敬拜 都觉得 很 很嘈杂 很闹 这个声音 太杂了 没办法敬拜 没办法祷告 现在耶稣 对我们 蛮好的 所以他们 愿意见耶稣 这个表示 耶稣的名声 已经传到外邦 所以 约翰福音 第七章 有讲到 第七章 三十五节 讲到 耶稣 知道 有人要杀害他 他就离开 法利撒人 去找他 法利撒人 去找他 希望找到他 但是找不到 耶稣 突然 离开了 所以 犹太人 彼此对问 说 这个人 耶稣 往哪里去 有人讽刺他 因为他明信 蛮大的 耶稣 为什么 叫我们 找不找 难道他 要往 往 散 住 希腊中的 犹太人 哪里去 做什么 教训 希腊人 这个是 讽刺 耶稣 也是 有 真实的 情况 就是 希腊人 都 知道 意思说 耶稣的 道理 是 很奇怪 不是传统的 正统的 犹太教 他应该去 这个外邦 来掌道 来掌 这 掌他的道 不应该在 我们犹太地 所以希腊人 其实 明白 知道 耶稣 很特别 但是 他 要见 耶稣 可能 他 希望 知道 要跟随 犹太宗教 还是 跟随 耶稣 的 道理 他们 有心 但是 都不真的 认识 耶稣 基督 为什么 要找 腓利 腓利 为什么 要找 安德烈 才 去 耶稣 面前 腓利 跟安德烈 两个名字 都有 希腊的 字根 Philip Andrew 都是 有 希腊的 字 而且 可能 他们 有一个 大桥 找到一个 好像有希腊文化的人来 容易见到 耶稣 这个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耶稣 为什么 好像 没有 没有 见他 没有借见他 为什么 然后 他们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 就讲了 就挑起 耶稣 要讲 这个时候 到了 世界的人 要来到 我面前 时候 到了 我要 得荣耀 的时候 这个是 很特别的 回应 意思说 有人 要找 耶稣 带着 有两个 这个 agent 就是 这个 安德烈 腓利 有希腊背景的 来介绍 见耶稣 但是耶稣 起码 这个 约翰福音 没有记载 他有没有 接见 好像是没有 然后 很特别的 耶稣 竟然说 人子的荣耀 的时候 到了 有人见你 你就说 这个话 还说一个比喻 就是 一粒 麦子 不落在地 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 结出 许多 几粒 来 然后 有一个 属灵的教训 爱是 制止 生命的 就 失踪 生命 等等 你们要 跟从我 然后 复辟 尊重他 然后再宣告 为着 因为这个 希腊人找他 就引起 耶稣要讲这幻话 还有27节 然后 我现在的心 很 要求 为什么 因为白信 也不明白 我的身份 门徒 也不知道 而且我要上十字架 要受害 心里非常忧愁 我说什么 才好了 但是 耶稣 鉴定的 相信 父神的旨意 父神 美好的 作为 在耶稣 基督的身上 父神 最伟大的 历史 作为 就是 耶稣的 生平 耶稣的历史 耶稣的 十字架 复活 他说 父啊 就我脱离 这个 不明白 我的世界 或者这个时候 我的 九节的时候 但我愿意 为这时候来 这个是什么时候 讲到很多时候 时候 就是 万民要 归入 他的名下 希腊人 是代表着 外邦人 犹太人 与外邦人 藏会在主的名下 归为一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 教会的成立 的目的 或者是恩典 耶稣说 时候到了 这个字非常重要 时候到了 保罗在 加拉太书 四章四节 也说了 即至时候到了 人子为 女子所生 且生在 律法之下 这个 与外邦人 有关的 就是 这个意思 刚才 法利撒人 要找耶稣 讽刺 耶稣 应该去 希腊人的 当中 讲道 不应该在 犹太人 其实这个 很讽刺 但是也是 一种的 讲得很对 耶稣 是向 全世界 来讲道 我们都知道 有几次在 约翰福音 讲到 时候到了 包括这个 撒玛利亚 府人 井旁的 府人 耶稣说 时候到了 敬拜 不在这个 山也不在 这个山 是在 主的真理 圣灵当中 如今就是了 如今敬拜 不在一个 外表的 外形的 文化上的 是在 我的道路 我的真理 我的灵 当中 心灵 诚实 生灵 与真理 当中 我们也知道 当 玛利亚 看到没有 没有酒水了 就 要耶稣 做一点事情 但是 耶稣说 时候还没到 他的身份 还没 要将显得 那么清楚 的时候 时候 还没到 现在到了 有希腊人 外邦人 都听见 他的名字 然后 实际成熟了 他要上 实际家了 杀害他的 法利撒人的 怒气 很猛烈了 所以 每一次 当耶稣 医好一些 病人的时候 法利撒人的 心中 就动了 杀剂 动了杀剂 而且 也要 上亿 杀 这个 这个 拉撒路 你知道吗 也要上亿 来 害 拉撒路 因为 拉撒路的事情 通国都知道 所以 他们的宗教的地位 也没有了 因为 耶稣 威胁他们 威胁他们的地位 威胁他们的利益 威胁他们的地位 所以 上文 就讲到 他们 动了杀剂 连这个 拉撒路 都要 害 为什么 这个是在 我们看 十一章 十二章 十节 十二章 十节 但 即使讲 上野 连拉撒路 也要杀了 为什么 因为好些 犹太人 这个好 好些 犹太人 包括这个宗教领袖 在内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 耶稣 回了 跟从了 耶稣 跟随了 耶稣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 非常受入的事情 也不能接受的事情 时候到了 其实 约翰福音 在前文 已经讲到 耶稣说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个羊圈里头的 这是外邦人 我必领他们来 我要听他们的声音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而且合成一群 归为一个牧人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 好再取回来 他复活 他会复活 今天归到父神右边 没有人夺去 我的生命 是我自主写的 我有权柄写去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 我父所领受的命令 十一章 也讲到很清楚了 一集到我们十二章 预言耶稣 要替这一个国家死 也不但替这个国家死 以色列国 并要让神 至上的子民 至上的子民 都归集在一次 所以今天的经文 很清楚啊 跟随主耶稣 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错失这个重点 不会别的原因 要知道 耶稣基督是牺牲 为我们牺牲的救主 祂是福活主 祂挂在木头上 在祂牺牲的亮光底下 我们才知道 当主耶稣祷告 二十七章 祂心里 幼愁的时候 祂就听到这个声音 在天上来的 二十八节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愿你荣耀你的名 这着我的牺牲 这着我的代鼠 荣耀你的名 当时有声音 从天上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当你被拆拍到这个世界上 到成肉身的时候 这个荣耀的过程已经开始 还要再荣耀 因为你的确啊 主耶稣顺服到死 不与神同等 为全强夺的 以至于死 死在十字架上 站在旁边的人 听见好像是打雷的声音 很大声音 好不知道 好像是有天使 跟他说话 然后门徒不知道啊 这个是耶稣讲的 其实这个声音啊 是对你讲的 对你们讲的 对门徒讲的 耶稣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的 而是为你们来的 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 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成为光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后来写福音书的作者 才知道三十三节 哎呀 现在我们才知道 这话是指着 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当时候门徒也不明白 上次在天上有声音的 我们都晓得了 每一次都跟耶稣 向下而新高游 有关系的 第一次是在水里头 这个受洗 四十一个汉 为主洗礼 从水上来的时候 因为他将被上升 天上就有声音 这是我爱子 这个是主的 神的肯定的话语 第二次就是在登山 变上的时候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也是上下在山上 他将下在山下来做事情 做服事的工作 他本来是在天上的 在山上的 但是甘愿将被 所以父神有肯定的声音 就是荣耀我 第三次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如果在十字架的 牺牲的亮光底下来 明白 跟随主 我们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称耶稣为主的人 不要以牺牲光彩 不要以牺牲为主 而活这个生活方式 为不光彩 而不要要逃避 我不愿意牺牲 当然这个牺牲 不一定是要你的寿命 把你的命都掉了 而是有牺牲的一个精神 主往哪里去 主的 去哪里 我们就跟着他 他要服事 他要牺牲 也包括顺从 不拿自我的主义 为最先的考虑 放弃自我的 以自我中心 也是牺牲 牺牲我们的权利 实践能力 其实也不是牺牲 为了主的光彩 我们奉献我们的一切 这个就是 从十字架的牺牲 来帮助我们明白 什么是 什么是 这个跟从主耶稣 以牺牲为专容 以十字架般的牺牲为荣光 不再是我 只有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牺牲 把你的自我压低 你是缩小 让显露基督的伟大 顺从他 跟从他要放弃 跟从跟放弃 分不开 我们的人生的路 就是十字架的路 若人要跟从我 就要被制止的十字架 把不对劲的 不讨神喜悦的东西 挂在木头上 然后知道这个十字架 是已经 你把救我挂在哪里 所有不对的东西 不讨主喜悦的东西 你都知道 在十字架 不在你 在身上 耶稣也为你 担当这个罪恶 写去为路径 以十字架为牺牲的路标 在项文我们看到 玛利亚 牺牲她的最珍贵的 六个七个月的薪水 所买的香膏 告耶稣 为耶稣 安葬的事情 这个是十字架 的牺牲表现 这个香膏 就是礼物 就是他 以感恩的心 看为最喜乐的事情 跟随主 跟随主 与牺牲 的福尸 分不开 我在讲 这十字架的 牺牲的亮光 来跟从耶稣基督 的意思是 跟从主 牺牲 福尸 分不开 项文已经讲到 玛利亚以感恩为喜乐 以血去为喜乐 以十字架般的牺牲为礼物 来跟随先放下 我们知道耶稣说 你爱是你的生命 必上掉主所赐的生命 你这个恨这个字 就是双对来讲 不是真的很憎恨的意思 是犹太人讲话 不爱这个 就是恨这个 相对之下 比较之下 就好像不喜欢那个 就恨这个 意思说 不是我们不要 好好的生活 我们要知道 耶稣为我们带来的 新的生命 是何等宝贵 我们不要把旧的生命 来换取 不要牺牲这个新的生命 反而要牺牲旧的生命 得真生命 先放弃旧的生命 以主的国为念 一切的都加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好多好多 得荣耀 不要眷恋这个恋爱的这个虚荣 而要以主的将备为念 如果要得见到主 耶稣 好像这个希腊人一样 就必须要放下 你的偶像 不能一边一拜偶像 也拜我 所以耶稣不见这个希腊人 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得见真的 跟从耶稣 真正认他为主 做不能认其他的东西为主 一切在主耶稣以上的 都是偶像 我们的心被那些东西 所霸占的都是偶像 我们要先放下 为什么主耶稣讲到 这个世界被赶出去 这个三十节 耶稣说这个声音是为我 不是为我的 是为你们的 门徒的 跟从我的人 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 为什么跟从主 与审判有关系 有关系的 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跟随主与世界被审判 是上连的 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的 这个前进 不再受他的控制 我们放下世界 世界不是 我们的生活的意思 世界在 新约就是 抵挡上帝的 与主耶稣的 生命的标准 意义相反的 围抗耶稣基督的 这个世界 意思 我们要 写去世界 的前进 所以 耶稣在前面就讲到 需要一个受苦的心智 好像一粒脉子 死去 如果不是这样的 无法对抗这个世界 无法对抗这个世界 而且会受苦的 好像先死去的 好像先破碎的 好像先埋藏在地里的 在黑暗当中的 在死的当中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生出生命力 所以 耶稣的应许是 不要怕 牺牲好像是没有了 牺牲好像是 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 好像是宝贵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世界的人 觉得宝贵的东西 在神面前 不宝贵 宝贵就是 牺牲死掉 才有生命力 才能结出果子 才能 好像这个 卖穗 磨成粉 做成面包 工人制用 成为 有生命能力 营养 的一个生命 这是受苦的心智 才可以对抗 世界的潮流 受苦的心智 让我们明白 有明智 有智慧 明白耶稣基督 的路 如何走人生的路 有受苦的心智 才不会让我们 好像保罗所讲的 就是最久 最久就是心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不清醒 不知道世界的引诱在哪里 常常跟着世界走 就被世界 这个前进 牵引 影响 但是有受苦的心智 回到耶稣 十字架的牺牲 有受苦的心智 我们人就清醒过来了 我们就明白 原来世界的路 跟主的路是不同的 原来世界的路 带我了 去灭亡的地方 原来世界的路 表面是美丽 好看 好东西 其实最后的结果 是带来 把我的生命捆绑 我最后没办法突破 这个是受苦心智 在主耶稣的受苦的亮光之下 最后我们都发现了 这个经文很幽默 外邦人虽然见耶稣 耶稣没有接见他 但是他们的心智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们很渴望来见到耶稣 认识耶稣 或者说他愿意 很有心智来归入犹太教 所以耶稣不跟他们见面 以为不要让他误会 我借鉴你们 你们就加入犹太教 但是他们的心智是 他们希望来见耶稣 得到耶稣的祝福 但是相反 宗教的领袖 渴望怎样 消灭耶稣 外邦人希望见耶稣 犹太宗教的领袖 希望灭耶稣基督 恐怕耶稣越来越有影响力 弟兄姊妹今天 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 耶稣越来越有影响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要怕 不要受着威胁 原来我没有了 我的理想了 我的一切的美好的前景 因为耶稣的缘故都要放弃 其实受苦 受难 是给我们明确的智慧 知道怎样走下去 因为生命的路 是满布经济 离灵 挑战 痛苦 不是以后永远痛苦 在痛苦当中 主耶稣是有光 有安慰 有能力 我们 谢谢主 祂为我们牺牲 带来我们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是带着喜乐的 带着盼望的 带着能力的 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彼此来 守望 帮助鼓励 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走这条路的时候 不要看世界 乃是看 十字架的牺牲的亮光 以致我们 得到圣灵的帮助 知道怎样走下去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 你为着我们人类的缘故 为着全世界的缘故 道疼肉身 受苦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 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传能的主 复活的主 生命的主 你说生命在你 复活在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 能够应付所有的挑战 求你帮助我们 有受苦的心智 以致 知道放下什么 不讨你喜悦的东西 来走 跟从你到底的人生 我们将来祈求 感恩 祷告 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我软弹 每当我软弱疲乏 对未来充满惧怕 你对我只剩呼唤 来到你宝座前 你是如此温柔 甚至我心里感受 你吃下花雨 你管造鲜明 你连进我生命 也是如此温柔 主耶稣基督中 录下多岯 我觉得 lover 我刚打你 他的笨范盖 起来湘子 你同在 是我的安心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等候你 我重新得離 每當我軟弱平凡 被未來充滿句話 你對我此生呼喚 來到你寶座前 你是如此溫柔 甚至我心裡感受 你刺下花雨 你光照鮮明 你練起我生命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你同在 是我的安心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等候你 我重新得離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你同在 是我的安心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等候你 我重新得離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你同在 是我的安心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等候你 我重新得離 主耶稣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你同在 是我的安心 主耶稣 我心靜靜跟隨你 我心靜靜跟隨你 等候你 我重新得離 誰 你自行靜靜跟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